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今天A股各大指数都是走了一个小V字形 9690亿的成交金额也是比昨天多了14%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指数、游资和北向资金 这三个有点像三国演义里面各自为战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游资 从8月24号开始 因为涨跌幅扩大到20% 所以资金特别是游资 在创业板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倾斜 这几天我们看到创业板的成交金额是不断放大 今天的金额是3175亿 这个数字仅仅比今天上证指数少了280个亿左右 另外今天扣除新上市的两家公司 互生两是涨幅超过10%的一共有68个 而这68个里面 创业板就占到了41个 占比达到60% 并且今天涨幅达到20%的有19个 占比是达到28% 那么现在创业板的操作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一个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的赌博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 即便你是从8月25号开始 即便你不看任何的技术面和基本面 只要你每天在开盘以后 买入最热门板块中流通市值最低的创业板股票 然后在第二天开始以后卖出 并且再次买入当天最热门板块中 流通市值最低的创业板股票 这样重复操作的话 那么到今天为止 你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当然我们不是建议大家去这么做 因为这种操作说的直接一点 就是一个赌博 而这里面赌的就是利用创业板和主板 在交易规则上的不平等 去赌管理层不出手干预 那么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天山生物 之前天山生物被停牌的时候 我们看到创业板的炒作是出现了一点收敛 但是今天当天山生物重新上市 并且是拉到20%涨停板以后 油资对于创业板的炒作是再次出现爆发 所以我们也就看到 今天多达19家20%涨停板的公司 那么这里我们想提醒一下 现在创业板已经是明显过热了 那么创业板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幅调整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 有可能是明天 也有可能是后面几天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继续操作 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风险 另一方面 资金对创业板的关注 对大盘来说并不是好事 我们上个星期说过 现在大盘已经是来到一个变盘时间 在目前还是存量资金背景下 如果主板市场赚钱效应 不能超过创业板的话 或者是管理层不出手干预创业板 现在炒作的话 那么资金还是会让创业板进行倾斜 这样的话对于大盘后面的方向性选择 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 目前散户和游资在创业板上 可以说是自己玩得非常开心 第二个是北向资金 今天北向资金是再次大幅进入出66.14亿 那么很多人对北向资金 现在还只是停留在护盘资金层面上 那么我们不管北向资金里面 外资和护盘资金比例到底是什么 但是北向资金对于现在大盘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正到今天来说 今天北向资金总成交金额是1023亿 这个数字占到护生两是今天总成交金额的11% 并且目前北向资金累计买入A股总市值 已经是达到了2万多亿 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3%左右 所以即便是北向资金里面没有护盘资金的存在 它现在也已经是成为一个足够去影响大盘走向的力量 那么对于北向资金 这两天大幅进入出 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北向资金里面一部分早前进入的外资 借这几天人民币快速升值来进行出货 因为这样的话既可以去赚取汇率差 也可以把之前的股票收益落袋为安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对于大盘来说绝对是一个坏事 因为从现在人民币汇率表现看 在6.71的上方 现在还看不到人民币汇率有任何的支撑 所以如果北向资金后面连续借人民币汇率升值出货的话 那么对于大盘的变盘就不容乐观 第二种可能性 我们认为会不会是北向资金在刻意压制蓝筹股的表现 从这两天北向资金分时图上 特别是互补通的分时图上 几乎都是早盘流入 然后在10点左右开始进流出 一直到尾盘15分钟再开始重新拉升 另外最近在香港市场中 工商银行的股价也出现了被连续打压 这么一个不是很正常的情况 还有目前互生两市总市值最大的实价公司里面 今天中国平安 贵州茅台 招商银行 五粮业 在早盘集合净价的时候 都出现了3%的上涨 这个情况在过去是很少出现的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北向资金刻意打压蓝筹股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从这两天情况看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那么第三个就是目前的各大指数 我们看到 无论是新加坡富士A50指数 还是上阵指数 又或者是沪生300指数 现在都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即将变盘的时间 现在的情况对于指数来说 就好比是一个男的 如果这个时候 自己的老婆不要你 自己的小三也不要你 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所以这也就是说 如果市场热点 不能重新切回到蓝筹股的话 或者说 如果蓝筹股不能产生足够的赚钱效应的话 那么这个变盘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毕竟我们说在股市里面 资金是很关键的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香港恒生指数也来到了一个短线的变盘时间点 如果香港市场率先出现向下变盘的话 那么对于A股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但同样 如果香港市场率先出现向上变盘的话 那么对于A股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再回过来 我们看一下代表A股强弱指标的券商板块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是报酬在954点 成价金额是445亿 需要注意的是 今天上午 券商板块在回落到940点附近的时候 是获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 所以我们认为 940点 只要后面不出现有效跌破的话 那么大盘在这个位置 就还可以继续混几天 另外 今天下午 券商板块其实有发动过一次进攻 当时领涨的是国联证券 但是很显然 国联证券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再加上今天下午 油资和散户的注意力 基本上都在创业板上 所以今天下午 券商板块的攻击并没有能够成功 如果算上星期一 护身300指数表现的话 那么这已经是大盘在这个星期 第二次试图向上突破 那么我们相信这种动作 在后面几天 我们应该还会看到 目前对于大盘向上突破的可能性 我们降低为谨慎乐观 另外 今天还有个消息需要注意 那就是有消息说 蚂蚁金服准备提高在A股的募资金额 如果管理层在蚂蚁金服上市以前 不能解决增量资金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到时候 蚂蚁金服的上市 对大盘将会产生非常大的抽血效应 接着我们看一下 今天本项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本项资金净流入前六名中 有三家都是来自于消费电子概念 而今天本项资金净流出前六名中 我们看到五两页是净流出6.23亿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龙呼榜的情况 首先是两家新能源车概念 分别是法拉电子和多福多 然后是两个产品涨价概念 分别是中国外运和赛武技术 接着是两家业绩增长 超预期的公司 分别是大元泵业和中国重器 那么今天龙呼榜上最后剩余的三家 分别是葵花药业属于医药板块 澳海科技属于消费电子概念 以及佳云科技 那么这里我们要提一下佳云科技 从8月24号开始 佳云科技是第二家出现在龙呼榜上的创业板公司 上一个是泰盛丰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机构资金现在是不是也忍不住 参与到了创业板的炒作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大盘来说将会是个快消息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